尴尬了!长生生物自爆疫苗业绩全靠党的领导 看众国2018年7月26日讯看众国记者端木山综合报道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近日登上世界各大媒体头条 有关长生生物的相关信息也被大陆网友接连起底爆料 外界发现就在假疫苗事件曝光前不久 长生生物刚刚举行党庆活动 活动上要求长生生物的员工时刻铭记党的宗旨 极具讽刺意味 长生生物要求员工行动上真正入党 长生生物疫苗微信公众号6月30日发表了题为长生公司做合格党员 党员学习活动圆满结束到文章 文章说长生公司于上月29日举行党庆活动 要求全体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 而且要在思想行动上真正入党 时刻铭记党的宗旨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一个党员的带头作用 目前该文已被删除 但网友截图留下了其党庆活动的证据 据中央社报道 活动期间长生董事长兼公司中共党委书记高俊芳要求坚定信念 不断加强政治学习 提高道德素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立足本质 提高业务水平 做好每件小事 平凡中见伟大 文中还列举三名分别来自长生疫苗四世疫苗五世研究所的中共党员代表发言 其中疫苗四世的史性代表说 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努力做一个合格的中共党员 疫苗五世的赵姓代表则说 要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工作中 干中学 学中干 长生生物疫苗造假的消息曝光后 上述党庆活动变得极具讽刺意味 网民纷纷表示 经过这场学习 长生果然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这疫苗造假 也有人表示 长生业绩斑斑果然是干中学 学中干啊 还有网民嘲讽说 见微支柱 从长生的党员道德素质 即能看到整个公司的道德素质 也能看到整个党的道德素质 问题疫苗真的是疫苗问题吗 事实上 自从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 引发外界关注后 舆论就一直在探讨问题 疫苗真的是疫苗问题吗 金融时报刊发的评论文章认为 中国的疫苗安全问题是常态 是制度性问题 如今的疫苗案 并没有因为两年前的另一期疫苗案的批示 立案查处而有所改善 两年时间过去了 也没有任何政府官员 专家提出任何令人幸福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媒体也没有查识到更多的真相 而是热度一过酒烟消云散 文章指出 虽然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曝光后 被金当局反应迅速做出批示 但这只是政治牌 是政府对于社会与情采取的临时应对措施 对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并无实质性效果 这些批示更像一份免责声明 只是想对大家说 我做了 你们放心吧 BBC的报道则指出 疫苗智商充分体现出中国的系统性腐败 当局表面上的眼力 只是繁文入节 是指上作戏 而作为监管主体的人 在监管职责上却无所作为 没有公民社会 没有媒体监督 没有民众和行业自治 没有法律 党包办一切 无人负责和作为 只依赖领导意志 中国的体制性和系统性腐烂 在疫苗面前显露无遗